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的新卫明律师事务所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在美国办签证身份延期和转换 怎样更好的使用来自中国的材料 那我们知道呢,现在办这个新的B2签证 当美国可能比原来要难 办先的F1学生签证呢,还可以 但也比以前要收紧一些 对吧,办J1签证也要难一些 这是因为这个大的形式决定的 但是同时呢,还是有不少人 比如说已经有10年签证,B2签证 可以入境美国 到了美国呢,他为了要陪同子女、孩子 或者说要等待绿卡牌期 想要转成其他签证身份 他可能要办B2延期 然后或者说转成F1学生签证 也有的人原来在美国上学或者工作 但是因为出现有工作变动等等原因 他要转成B2等等签证身份 那像这样呢,都涉及到要在美国提交 I539表办签证延期和转换的问题 那像前面提到的这些签证类型 比如说B2、F1、F2、J1、J2等等 这些签证呢,他都是非移民签证 那么原则上呢,不能有移民请下 要办理延期和签证身份转换呢 都需要表明 就是说我在美国呢,旅游、探亲、生活、工作 或者这个读书、访问等等 都是短时间的、暂时的 将来我会要离开美国、回到中国 那怎么表明这一点呢 那你需要表明和中国的联系 Ti to home country 这个一般来说呢 如果你已经有一个房产证 会有很多帮助 那可以证明在中国有固定资产 我没有意愿放弃 那如果还有同时在交的水电费 物业费等等 也可以有帮助 那么房产证呢 大多数是中文的 这个呢,不一定需要公正 那可以翻译成英文 如果需要呢 我们律所也可以帮助申请人来翻译 我们帮助其他的一些申请人 像这样做过这类翻译 成功的解决了问题 那申请人可以提供房产证的复印件 扫描件 然后呢,可以翻译成英文 或者他如果在中国有这个工资收入 或者有银行存款 可以提供类似的翻译件、扫描件 包括原件的copy和这个translation 像这样呢 可以更好的证明和本国的关系 有利于他在美国签证身份的延期 和转换I-539的批准 好,我们这个视频呢 讲到的是 在美国办理签证身份的转换和延期 怎样更好的使用来自中国的文件 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